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高到83 这个数据非常的好 大家也非常的喜欢 为什么这个数据如此的重要 因为如果消费者信心充足 因而就会在零售业各行各业能够购买东西 如果购买东西多 因而就会畅旺制造业 制造业如果畅旺的话 那在各行各业的原材料进货 那就会增加 增加的时候 自然就会制造美国的各行各业的就业机会 可见零售业是整个刀就往上跑的运动的推手 零售业越好 股票的运动就越加的畅旺 为了要证明记者我所讲的零售业如此的重要 讲到这个礼拜 地球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印度选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刚刚出炉的总理 那就是莫迪 莫迪 这位新的草根的总理 结合了名气推倒了百年老店的国大党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旧的总理 主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个 对了 洋葱 洋葱是印度家庭 每一餐放在餐桌上必备的蔬菜素材 洋葱过去一年当中曾经高涨到300% 印度的人民心中埋怨过多 所以用他们12亿的选票推翻了百年老店 国大党选了一个能够解决他们零售业洋葱的一位新的总理 这个叫做洋葱政治 这叫做洋葱的蔬菜政治 零售业如果没有照顾好 人民就把印度的总理换掉了 对我们美国即将在12月的地方选举有什么启示吗 请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是零售业过去六个月以来 ETF year to date的成长图 其实只有跌7个percent 没有成长反跌7个percent 请看下一张图 龙头零售业的老大 我嘛 这张图跟前一张图相似性非常的高 year to date也是跌7个percent 两张图真的都不是很好看 请看下一张 如果零售业不好的话 就影响了购买新屋的意愿 这张图是然后六个月要购买新屋意愿的图表 也一样是往下的 也并不好看 可见的零售业影响政治 影响人民的每一个户家庭 智慧人的话语是人种什么就从送的地方收什么 如果从情欲种那就从情欲里面收败坏 印度人民没有好好的把洋葱种好 干脆就用选票把旧的党把它推翻掉 所以希望对我们美国欧巴马政府 在寄取印度洋葱政治的好的启示跟教训 也提醒我们好好的消费 因为零售业是如此的重要 Howard Chen 好有钱 谢谢你收看我们节目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